大家知不知 其实很多师傅都不懂得用水晶 例如剪头发那些 修夹那些 煮粽那些 他都不懂水晶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追踪通知 我每天会准时12点钟和你见面 各位 很多人玩水晶的人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水晶可不可以和什么一齐放一齐摆 例如神像或者某些能量的产品 有时又会问水晶可不可以和佛牌一起带 或者天珠佛珠等等 因为他们很担心会不会和它双冲不够能量 其实我可以今天跟大家讲讲 水晶的兼容性是极高的 基本上它可以和任何宗教 术素 法科 一齐用 原因是水晶是一个天然的吸纳和接收器 它可以将你的能量倍数增强 也可以将负能量抵挡 排走 如果配合术素的话 它就会以五行的方位去做配合 融会贯通 如果是宗教可以放在神像面前一齐供奉 等水晶可以吸收和倍化神坛的力量 就好像我的水龙神坛一样 大家见过 前面都会摆放一些水晶 更加会用水龙神为他们进行加持 而在法科里面 以我本人的想法 是一点问题都不会出现的 因为水晶是一种天然的产物 只是里面隐藏强大的能量 只要懂得运用 就可以跟其他不同的法科配合使用 但是有些时候 法科师傅就会说 叫你不要再用水晶了 其实今天跟大家讲讲 主要原因很可能 那位师傅不太熟悉水晶的能量 与其他不清楚 不如叫你不要用 免得有任何麻烦 你问他他又不懂得回复你 所以他们一般来讲 是建议你不要用水晶 而完全用回他们本自家的用品 因为他们才熟悉 才了解 所以在我来讲 水晶是可以兼容一切万物的能量 只要你学会开启 用得其所 能量和身体气场配合得到 这样的话 你会在很多方面 都得心应手 担心应手 磁场就会改变 你的运气也自然地提升 中国 总统 我们下期内 4 9 感谢观看